俊ılar上,有問題 晚點 十點 非常非常的利強 美容維為經事已有種嗎? 不要 開玩笑 老是好 林運良好 FB前還有在座的超馬家人 大家好 好 很感恩導師 然後也感恩天地 然後很感恩體育長 我最近就是 上次就剛好 先生有碰到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那其實我覺得 進入超馬差不多滿兩年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禮物不斷 而且我覺得自己越來越成長 那成長之後就越來越喜歡自己 因為以前會去抱怨 就是我覺得我生活進來還蠻不錯的 可是就有所不滿 那其實不滿原來是不滿自己 所以我覺得到超馬之後 就開始生性靈比較能聚合的時候 那你就會越來越喜歡自己 那同時你就會對周遭的人 你就會開始去感恩他們 那以前是因為不懂 所以真的是 進入超馬以後給我改變真的很大 那在這裡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得資糧的部分 那我覺得真的得資糧很重要 那當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 我也不懂 可是因為呢 就是 陸陸續續跟著大家一起這樣子的學習之後 還有上個老師的一些課程 然後還有很多的學員的一些分享 那像在上次的六月份的活動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我的小女兒 她剛好要考高中 那其實她她梳理很好 但是她社會課就是很不行 就是背的方面就是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她的成績有點危險 那時候大概學校的模擬考的成績 大概只能在新北市 就是我是住永和 那大概她的成績只能到永福高中的一個程度 就是我們家隔壁這樣 但是她又不想念那一首高中 那我就跟她講說 那妳要努力一下 自己要努力 那媽媽也幫妳一下 所以那時候剛好在六月份的時候 剛好我們有那個活動 那我就幫她買了一些音樂票的部分 幫她累積一點格子一點 那真的很神奇喔 真的是到高中聯考的時候 她是所有模擬考成績 加上那一次她是最好的一次 然後她一個最好的朋友 很奇怪 她本來她那個成績大概可以上北女 但是她考試那天 就不曉得因為緊張還是怎麼樣 她就後來到景美 真的差很多 那我那個女兒本來是永平高中 後來她到達的分數 我就從新北市到台北市 她就後來上了那個西松高中 然後就是現在她那個高中 她就還滿喜歡的 因為女生很重視什麼服裝 她很喜歡那個西松高中的校服 所以她現在在上了就很愉快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在事實的時候幫她一把 真的是還滿重要的 所以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導師 因為幫我們搭配搭了這樣子的一個舞台 那剛好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來幫助我們自己的家人 那還有就是說在八月份的時候 真的是很感恩導師 那在八月二十二那一天 那一天就剛好上了營業長的 德鄉女文化的課程 那晚上就是那一天剛好也有分享 所以就是剛好前兩天就很久沒有騎過機車 那兩天就剛好騎機車 結果呢就手好像去扭到了 然後我就想說可能再過一陣子比較有空 然後再去看個醫生這樣子 結果那天分享完後 欸我住在我在搭公車 因為我要去錦安上經營會 我在公車上突然發現 欸我手好了 所以那天就很開心 那天本來想說要分享 結果後來沒有時間分享 那後來回家的時候 因為我今天也有去參加錦安的經營會 然後她就在路上我們在走的時候 那我就有跟她分享 我就分享說 欸我今天去營運長的那個交流會 然後結果我手做好了這樣子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欸我今天早上起來 我手沒力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前幾天有搬一些 因為搬家搬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你是不是去扭刀了 然後她就說不是 那其實我因為人就這樣嘛 都自以為是 我就一直會認為是這樣子的原因 結果後來她突然我們在等公車的時候 她又突然又再講古一句 她說我今天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講話怪怪的 她說講話有點漏風 我一聽到這個 我就想到說好像不太對勁 然後我就很感恩就是當時老實跟天地給我的智慧 就是知道就覺得說當下覺得不對勁 我就跟她講說我們不能回家了 我們先去醫院急診看看去檢查 如果沒事那就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最好還是趕快去醫院 那我今天就說好 那她就說那去哪裡 那我就想說那平常有在不用高血壓藥 我就說那就到原來的醫院這樣子 就是中心嘛 剛好距離我們這裡的遠距離這樣 結果在路上的時候我就 我就那時候就想到就是說 這個一定是負能量的 然後我就趕快跟我先生講說 那在路上呢 你趕快你趕快參謀法院做步驟一 然後那我因為我那時候做 是搭捷運去喔 因為我是跟她講說搭健身 她說不用我還好好的這樣子 那我就也那時候也就想說好沒關係 她說捷運比較快嘛 就比較不會塞一層 那我們就搭捷運 然後我覺得她 後來我們在走的時候 我發現她有點偏 走路已經有點偏了這樣子 那在捷運上面呢 我是請她檢查的法院 然後我就做老師相應吧 就夫妻童心 就把老師手交的都在這個時候運用上了 那到那個醫院的時候呢 也很感恩 因為這樣子就一路就很順遂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那醫護人員就馬上就是開始 馬上安排做檢查 然後她就馬上去做斷層的時候呢 我在外面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心不安的 然後我就覺得 我先生的願力應該不夠 那時候感覺 那因為她是發願 就發願24號的音樂會的票 那我就覺得可能不夠 我就再加碼25號的票 那我一發願完後 我就覺得整個心就病了 就完全就真的病了 然後那天晚上在急診室的時候啊 那我覺得我就是整個人 就是我先生這樣子睡吧 那她休息 然後我就把那個 我們的能量機 就感恩是去擠一直放嘛 好像小聲的放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晚上 她就整個就只有做那個 藥物的一個處理而已 就吃藥而打電力這樣 然後我就整個晚上 晚上我是不能睡的嘛 那我就在那邊看草馬的書 然後心是很平靜 也在那邊寫心得 然後到隔天的時候呢 整個早上很快就有那個病床了 然後就進入病床去做運作了嘛 就開始安排檢查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病床的時候呢 我發現她就開始那個 整個狀況好像就越來越好了 那因為隔天剛好就是禮拜六 然後禮拜六就網路共修 那我們就在病床裡面 就下午的時候就聽 老師的網路共修 然後聽完以後呢 那同時呢 我就趕快把那個願力 在因為有帶那個授權書 趕快很方便 趕快把願力完成這樣子 那當願力完成的時候很神奇的就是 那時候那天本來就是有颱風天嘛 本來是要放煙火 就後來取消 大稻層的那個取消 結果突然 就是那個太陽光 突然很大 很大的太陽光就出現 那我 而且就是整個就是照著我先生的那個頭 右邊的這邊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們就很感動 就覺得說 那個是太陽光給我們的祝福這樣子 然後 可是我先生其實他出問題的是左邊 結果呢 第二 再過隔沒有多久 因為太陽光很快又回去 然後 再等一下呢 吃飯的時間 他起來坐在那個床的旁邊這樣子 結果那個太陽光又再出來了 照他的左邊 所以這整個頭都是都有被照到這樣子 然後真的是就是太陽光給他的祝福 所以我覺得他就真的一天比一天 就是那個恢復的狀況就越來越好這樣子 然後到我們 我們大概住院出了一個禮拜 那這中間就是只有吃藥打針跟治療 跟那個檢查這樣 跟武器文的檢查 那後來就是有檢查出來就是說 那個左腦有那個小血管就有阻塞的 對 那就是 就是有 就是俗稱的小中風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非常非常感恩 因為到 我們在醫院裡面呢 我們就是運營導師的方法 在醫院裡面呢 就是不是聽導師的音檔 就是唱歌 那不然就是聽地指揮 就是做心法 就是我們把那個功課都在那邊做 然後呢把平常我先比較忙 因為上班比較忙 他比較沒有那麼多時間去 去聽啊或者是那個唱 然後都在這個時間都去運用 所以他恢復的非常的快 所以大概到出院的時候 我看他的程度 大概就是已經恢復到98%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感恩 真的是 真的是你一個中風的人 可以恢復到你原來的98% 真的他只有 他你一般的人看不出來 但是他自己會覺得說 我還是有些微的不一樣 跟之前不一樣這樣子 但是已經非常非常感恩了 對 因為他確實就是一個事實嘛 對 我覺得慢慢的現在再恢復 我覺得又再增加大概99%了 所以我覺得很感恩 當時就是因為我們平常有在如法師兄 然後真的碰到問題的時候 才知道怎麼去解決 因為在當下的時候是最重要的 當下的一個抉擇 如果我們當時沒有那個智慧 就是有天地給我們的這樣的智慧去做 你等到嚴重的時候 你要再回復其實是很難的 可是在當下 因為碰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馬上運用導師所教導的方法 去讓政府能量去平衡的時候 那你真的是大化 大師化小小師化我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 我覺得真的進入抄馬 非常非常感恩 因為我們自己就有解決的能力 自己就可以知道要怎麼去解決 我們不用再去求神問福 等到那時候你都來不及了 所以你當下你把這個抄馬 這個我們平常的功課 就如法實修的去做的時候 然後再跟著老師的這樣子的一個教導 那我們真的是遇到什麼問題 你都不會害怕 因為你都知道有解 就像這次老師在共修的時候 他就說你們不要再喊我了 真的就自己發大約就好了 自己解就好了 因為他都老師真的很棒 就是已經把所有方法都教導給我們了 那我們只要去做就好了 所以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因為以前都有在想 以前還沒有遇到超馬以前 就在想說如果我們以前是活在那個佛陀時代多好 因為佛陀那時候建災 然後我們就可以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是經典上面的問題 你就知道怎麼去問 可是當然已經幾千年我們就不可能 可是我們現在活在這個時候 遇到超馬這個當季水果 那老師都隨時都在我們身邊 可以讓我們去問 我覺得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幸運 真的好感恩老師 感恩大家 謝謝 謝謝